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个世间多半都是领袖的人 都是同理大众的人 总统 你指挥很多人 大的像总统 管理这一个国家的国民 小一点的呢 像你是公司的老板 你的员工有几百人几千人 这个是小者 无论 是大的事业 是小的事业 总而言之 你都是领袖人 你不仅为你一个人 你要为这个团体当中 每一个分子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前途 去着想 这个责任重大了 叫当大人 做大事 如果能用金刚经的道理 金刚经上所讲的原理原则 那么你一定是非常成功的领袖 你会做得很成功的 你会得到群众的拥护 会得到群众的爱戴 尽功立业 尽功立业 为什么呢 一不着相 这个不着相 你的心清净 刚才讲的 真诚 清净 平等 慈悲 用这种心 来同理大众 哪一个不服呢 确确实实能定众生的 心服口服啊 听从你的指导啊 而你自己真是身心自在 死来了 你有智慧 你会应付的恰到好处 死情过去了 身心太阳 我们看到往往现在些领袖 当领袖的人 苦不开眼啊 这个事业越大了 越苦啊 一听到完呢 那个头脑就在操心啊 想这些想那些 怎么个应付啊 怎么个求发展 怎样安排啊 往年不停啊 往年不停啊 烦恼无边啊 烦恼无边啊 他就快乐 他就自在了 他就真的想复了 大事业 要不要去想呢 不要啊 想是妄想的 妄想里面设计出来的 免不了有错误 免不了有损害 智慧里面 所生的 决定没有错误 所以那个办大事的人 大领袖的人 他要不要去想 他不要想 谁去想呢 底下呢 替他办事情的事 他的秘书 他的参谋 让他们去想 想好之后 拿着一看 就知道了 你拿着错了 能拿着对了 错了怎么改 拿去改 自己没事了 智慧 他为什么一看 就晓得对不对呢 他心情心 他有智慧 想的人用心意识 他不用心意识 他不操心 唯有不操心的人 才看得清楚 看得明了啊 所以当灵修的人 不能操心 看看人家做出这个方案 你能够用智慧去判断 是非厉害的事 你只知道他这个人就行 这一定要清净些 不为你所动 不管怎样 煩乱的事情 心心惊 绝不为他所动 反而 条理自然 偷偷是道 再烦的事情 再乱的事情 到他面前呢 都清清楚楚 有条不紊 这是 金刚般若 用在半世上 无论大事小事 你只要有金刚般若 那就真是快乐自在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